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怎么一定罪恶感都没有 他们要是有罪恶感 就不会这样做了 你必须要掌控平面 你必须要冷静 因为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在等着你 娟子 我这下潮眠不息 不用看 也不用听 太难了 我懂了 男人可以通过抽烟喝酒来发现 可我女人能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述说和听听 以此依靠和支持 我真想喊出来 来 试试 会好受一点的 我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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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杨倩倩 杨倩倩你给我出去 妈妈 杨倩倩 你怎么可以在我家里干这招舍倩 杨倩倩 你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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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我这儿拿去了 杨倩倩 杨倩 杨倩 关心关心 关心关心 关心 杨倩倩 腰倩倩 你把原钱搂哪里去了 你把她搂从哪儿去了 杨倩倩倩你怎么了 我还在隔壁 你是否应该对 就是这种事情来 杨倩 northeast 这要很刺激对不对 很刺激对不对 熾上 醒醒 你是不是见过她这天了 你为什么还要见她呀 你这样会吓着妞妞的 我们回我说话吧 回我说 回我说 妞妞 你心里还有妞妞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和妞妞 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 我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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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我就别说了 别说了 别说了 你干什么你啊 你还跟那个狐狸妞纠缠不清啊你 你说什么呢 就算是她勾引你 但是你是我的儿子 你怎么能这样的啊 这次是你的错 妈呀 你就别说我了 行不行 你老说我干什么 叶晶怡折磨我 你也折磨我 你让我待会儿吗 静静的 你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你 妈 我没冲你发火 我就是想静一静 那行 我只说一件事 我问你 你是不是 要抛弃叶晶怡 和那个狐狸精结婚呢 啊 我跟你讲 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大错特错了 什么意思啊 跟你说 抛弃妻子的男人 是没有好下场的 再说了 妞妞 她只知道叶晶怡是她的生母 将来怎么跟她说啊你 你就好好的 跟叶晶怡生活下去吧 把事情闹大了 没有什么好处 老妈你不明白 事情到现在 已经停不了了 我们仨脚合的事太多了 我跟你说 就算我不娶姚倩倩 也得跟叶晶怡离婚 为什么 静怡知道事情太多了 可是 那 哎呀 那可我的妞妞怎么办呢 妞妞 我可怜的妞妞啊 好 静怡 我跟你说过很多情谊 我真的没有爱过她 那只是一场意外而已 我为了这个家 为了公司 我真的没办法 你这根本就不傻 你是个侵略者 说你是小三 都是侮辱你的智商了 你这边的朋友 你不谢谢啊 你那我 你不发� 你不你 你不客气 你不客气 你别不要 你不客气 好好休息 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嗯 余经理 余经理 我去吃了 余经理说她身体不舒服 今天不来了 她不来 她不来 这不很正常吗 你干嘛 这只是小意思 如果再让我发泄 你背着倩献 跟其他人勾勾搭搭的话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最讨厌这种风流鬼了 你说我的事 为什么那么一人言辞的 可你自己 为什么还做这种事呢 我 要什么 你装什么活动 我都看见了 不是 你看见什么 好朋友 看来好朋友 还真是拿来背叛的 我很佩服你的心理素质 真的 他六年的老公 居然跟他最好最好 最好最好的好朋友好了 你们说 我姐 慢慢过 妈妈 错了 妈妈 血脑犯了 静怡 昨晚我想了一下 然后找了个私家侦探跟踪王静 不会怪我吧 我会想了一遍 你怎么不说话呀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不会找叶静怡去了吧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不要去找她 就算她找你 你可以当作不在家呀 她打电话给你可以不接 这个事情如果闹大的话 对你我都没有好处 王清 我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你怎么会问这么傻的话呢 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你爱我吗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当然爱你 静怡 我跟你说了很多记录 我真的没有爱过她 那只是一场意外而已 我为了这个家 为了公私 那我 我真的没办法 这一看就是我敷衍她的话 你不会连这个都相信吗 那你对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你告诉我 这样的日子过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结束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 受了多少侮辱 不管眼睛一怎么打我 骂我 我都可以忍 我就连你的小姨子 也可以闯进我家里来打我 叶文童 叶文童找你去了 她怎么会去哪儿了 这么一说 我的岳父岳母都知道了 不是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你在怪我 难道是我告诉叶文童 我住在哪里 把自己的脸皮送给她打的吗 一直在乎你的岳父岳母 知不知道 你有没有关心过我 我被打得怎么样 我为了做了那爱毒 可是你一直都在骗我 我怎么骗你了你 买单 天姐 倩倩 倩倩 倩 倩倩 你给我说清楚 我怎么骗你了 你把我的孩子 包去给叶静遗养 而我为了你 一直在当别人眼中的小三 你却告诉你的老婆 你是在利用我 你一定会说 真的是假的 骗人的 可你怎么证明给我看 你是真的 我受够了 我不想再忍了 让这一切都过去吧 倩倩 你能不能别闹了 我也不想闹 可是我真的不想再忍了 我一定会把这些 都告诉叶静遗的父亲 我要把这一切都说出来 倩倩 我求求你 不要放弃 如果放弃的话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倩倩 别逼我 真的 你逼我快把我逼疯了 我求你 我快 你快把我逼疯了 我不想再忍了 我说过 你就是这么爱我的吗 这对我不公平 这对我不公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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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懂的 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些资料吗 余总裕 余青江 叶老师 那我们先走了 嗯 再见 对 找我有事吗 有事 嗯 我 我其实是来向你道歉的 我 不太明白 这话什么意思 我之前对你态度那么不好 是为了我误会 我把你当成第三者 我以为你请我为你聊 签订的男朋友 对不起 要是没什么其他事的话 我就走了 我是希望能求对你个原谅 求你原谅我的无知 对不起 不用向我道歉 我不想再提这事 老赵 我突然一下特别难受 有什么好难受的呀 你说吧 有个外孙女却见不着面 多难过呀 唉 那也没办法呀 上次的幼儿园咱们去了 老师不让咱们见 咱们可以利用那老地主婆子 去见妞妞 她 她肯定不会让你见的 她不让我见 我就把妞妞是倩倩的孩子的事 告诉约静怡 我看她让不让我见 对 威胁她 瑶儿 你越来越聪明了 老赵 老赵 是这个小区吗 怎么这么大呀 说的是吧 到底是哪一栋啊 这上哪儿找我接着 看看是这儿吧 有人没有啊 好像不得人住啊 谁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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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快来 那不是王静的妹妹吗 她家在那儿住 跟着她不就完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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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 我回来了 你们干什么 这是王静家吧 来来来来 你 你们怎么随便藏机下来了啊 春里春里春里 哎哟 你别这样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呢 是来看妞妞的 嗯 那个 那那那请 我屋里坐 屋里 走 屋里说 妈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 啊 你们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我们就是想见见妞妞 我们想见见我们的外孙女 疯了吧你们 以前我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计划还赶不上变换呢 对啊 我求求你们了 别这样行不行啊 现在我们家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你们家乱 我们家就好了 自从倩点知道妞妞是她的女儿之后 天天跟我闹啊 我们母女俩都反目为仇了 所以 所以什么 我们就是想带妞妞出去玩一玩啊 只要你同意啊 我保证不跟别人说 妞妞是千年的孩子 哎呀 我们每周就见妞妞一次 接她到游乐场啊 公园啊 去转一转玩一玩 毕竟 我也是妞妞的亲姥姥啊 谁说不是呢 我和王晋 我和王晋妞 我和王晋妞 哎 我不要 别摔着了 再见啊 拜拜 慢走啊 哎 慢走 妈 怎么回事啊 妞妞真的是摇倩倩生的 好什么好啊 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听见啊 那这些 叶静怡不就疯了 现在是 我要疯了 我跟你说 管好你的嘴啊 不准跟任何人讲 尤其是你嫂子 她要是知道了 我们这个家就彻底毁了 哎呀 妈 你真行啊 那么大的事 你能不跟我说一声 这不是什么好事 那我说 你管着你的嘴啊 如果是乱说的话 你看我怎么收拾的 我才不说呢 不过啊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跟你说 万一这事 回来了 妈 来 和我帮你们一起办 嫂子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别 这样 你先休息 我们一会儿做和饭 我来严子叫你 好不好 不用了 我跟你们一起办 嫂子 上班的感觉好吗 挺好的 依我说啊 那班上不上都无所谓 你没赚几个钱 你又那么累 那会儿的身体怎么办 妈 我没事 我还年轻 不能就这么再在家里 再待下去 我说靳怡 你先 回房休息休息 好不好 那好 我先回房间了 妈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嫂子遇上男人出轨 然后呢 又养着别人的孩子 你现在还不让他去上班了 再这样待下去啊 我哥肯定不喜欢他 你懂什么呀 你懂 我让他待在家里 是让他和我们一起 防着那个狐狸精 我们一起努力啊 让他们俩把关系弄好 这样那个狐狸精 就没有机会了吗 哦 看 要不然 他们俩现在这个样子 再这么倒下去的话 非离婚不可 嗯 妈 还是你厉害了 好 马上 小宝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我查过了 那罐地的问题很大 出来听听 好 姚总 什么事这么开心 我每天都很开心啊 晚上约着清江 我请你们吃饭 行 没问题 等会儿啊 我请你们吃饭 喂 有事吗 晚上有空吗 今天晚上不行 有事就说吧 今天报社的记者 约我写专栏 我想和大家一起聚一聚 马上就要成为作家了 这个值得恭喜啊 我也不错 目前一切顺利 那我们这是同喜啊 好吧 那就改天喽 拜拜 海波 不好意思啊 看来我们要改天了 没问题 那我去忙了 好 蜜语 哎 把这件事情落实清楚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定要调查清楚 好 金宜 还在这屋屋呢 月下班 最近公司特别忙 你不会又瞎想了吧 我真的是在家班 你不信你问蒋茗宇 儿子 快说今天呢 姚先生的妈 和她后爸到我们家来了 要带走妞妞 还要把我吓的 给你打电话 又打不通 当时家里谁在呀 没发生什么事吧 还好 但是他们威胁我 说把真相告诉叶静怡 幸亏啊 她今天不在家 但是儿子 万一要是叶静怡知道真相 那怎么办呢 没事 妈 我会处理的 如果他们在找你的话 就让他们来找我 好吧 爸 现在你们俩 我们俩没事了 没事了 真的 嗯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现在不能信任安 所有的事情 都是王静一个人在说 你等着我的消息 他要是真的和聊天已经断了 你再原谅他 没事 没事 我没事 没事 睡点 没睡点 好 我就是觉得吧 太多玩意了 我活得这么大 我一点都不成熟 为什么这么说 我看人看不准人 我太主观意断 行了行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很对不住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冤枉人家 你没冤枉人家 哥 行了 你都说一晚上了 行吗 咱们回去睡觉 好不好 睡觉 好 但是我对不住你 行了 行了 青江还没起来啊 在洗漱了 昨天怎么回事 他喝那么多酒 我也不知道 第一次见他这样 他不是恋爱了 就失恋了 谁在这造谣什么事呢 你没事吧 没事 嗯 我给你撑这儿 你真的没事 真没事 你看我像有事的吗 嗯 那就好 你爸爸可是把你托付给我了 有什么事 你一定要告诉我 丧心 有什么情况 立马向您回望 啊 哈哈 嗯 喂 君子 我正要打给你呢 好 我马上过去 他们一连跟踪我三天 这三天 他们一直在一起 你看看 这 是在宾馆 这个是在青影家楼下 还有这张 上面有拍摄了时间 我 是在 静怡 你怎么来了 快坐 我不想再拖了 我已经想好了 我们离婚吧 你这是什么话呀 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我们离婚 我不是来征求你意见的 我是通知你一声 静怡 静怡 你听我说 你不是说给我机会吗 我正在努力啊 努力 为谁努力 我们都这样了 你还跟姚姐姐见面 跟姚姐姐见面 我什么时候跟她见面了 装 再装 我们都这样的拍片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把我当傻子耍 是不是觉得很开心 静怡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的 再说 再说我撑你心情 好 老实有一个 我撕了姚姐姐的照片 你是不是很难过 这是我早晨把扫卫生死发现的 在哪里发现的 就在这儿发现的 静怡 你听我说 真的 我错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屁 姚琴姐 是我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这么急着在上班的时候找我 想开了 想好要离婚了 如果我 你最好的朋友离婚了 你会很高兴吧 静怡 我会感谢你的 我替王静感谢你 替我们全家人感谢你 你们全家 你还真是一个努力的小三 要了我老公 又要我孩子 我告诉你 就算是我离婚了 妞妞也不会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妞妞一定要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你是妞妞的妈妈吗 妞妞是我的女儿 我才是她妈 王静娶了我以后 我就是她的妈妈 这个孩子是归王家的 清醒清醒吧姚琴姐 妞妞一见到你就害怕 她根本就不会跟你一起生活的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已经跟王静提出离婚了 想成全你们 可是王静不同意 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会相信的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即使王静想离婚 你也会跟我说她不想的 因为 你要面子 你在胡说什么 看你现在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是不是说对了 你说得不对 不管你用什么招数 王静都会跟你离婚 来娶我的 因为 那我告诉你 我是绝对不会跟王静离婚的 静怡 拖着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 你 你傻不傻呀 放手吧 放手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朋友 你看谁 愿意看到自己的朋友离婚 只有你 姚倩倩 我不离婚不是因为我都在乎这段婚姻 而是我不想看到你们得逞 健康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有人来了 我去开门啊 谁啊 嫂子 来喝点水 阿姨好 怎么是你啊 你 你怎么随便到别人家里来啊 你太没礼貌了 你 你这个人 阿姨 王燕 这是我设计的包 专门拿过来送给你们的 看看喜不喜欢 我们才不要呢 我们不要 拿走 阿姨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用一下洗手间 哎 你怎么可以随便到别人家里去上洗手间的呀 对呀 没见过脸皮那么厚的人 妈 让她去 嫂子 嫂子 别生气啊 说不定那个坏女人又在打什么主意 别伤到我 没事 反正我和你哥 离婚离定了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好想真是的 坚持的感觉好吗 牛牛快放学来 有什么话 说完就走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反倒不走了 我要看看牛牛 我的孩子 你有什么资格接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走吧 我请你走 阿姨 谁是你的阿姨啊 你走 妈 天哪 我这个妈 是现在可以随便叫的吗 你走 你走 滚 小姑子 你叫谁小姑子 你再叫 你冲死你 走 走 我跟王晋马上就要结婚了 到时候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谁跟你是一家人哪 你滚 跟我滚 出去 滚 滚啊 滚啊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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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等您电话 靳怡 你累了吧 你休息一会儿 我来 妈 您是不是早就知道 他们的事情 不不不 我 我也是刚知道的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不会接受那个狐狸精的 你永远是我的儿媳妇 不必了 我已经决定跟你儿子离婚了 不行 靳怡 你们不能离婚 你们要是离了婚 那妞妞怎么办呢 靳怡啊 我 平常对你是厉害了点 但是 我也没什么坏心啊 我以前要是有什么对不住您的地方 您呐 大人大量 别跟我这个没文化 没知识的老太婆 一般见识 好不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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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孩子 才为你们着急的 你想 那个王静怎么说 也是我们王家的独妙妙不是 我要是 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 我怎么会催着你们赶紧去要自己的孩子呢 妈 妈 跟你没关系 是王静对不起我 我不是说了吗 那男人 哪有不偷心的呀 你原谅他一次 他就再也不敢了 是吗 当然了 我的儿子我了解 他绝对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一定是那个狐狸精啊 不断地勾引他 他才上钩的 这三天他们一直在一起 这儿是在宾馆 这个是在牵引架楼下 还有这张 上面有拍摄的时间 你就放他一马吧 这样 你们就能好好地在一起过日子了 静一静 来 那你 你 您坐下 坐下 你看啊 今天 那个王静也砸他了 我也打他了 我们把他轰出门了 这男人嘛 有时候鬼迷心窍 犯点错误也是难免的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就原谅他吧 我们呢 一起把他往家里拉 咱们保住这个家不散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是不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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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帮你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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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